嗨 大家好 我是景潔 今天我們要來顧車囉 你們對家中的車子顧一下行情 想要了解的話 歡迎視訊我們小編 我們今天要顧的這台是 市場上非常稀有的 2014年福斯購福 7代 GTI 它目前的公里數是跑9萬7千多公里 福的話它有分7代跟7.5代 7代的話它是2013年底上市 這一台的話它是14年 17年5月之後它就改款成7.5代 7代的話它的變速箱是6速自首牌 10式的雙離合器 7.5代的話它就改成7速自首牌 乾式離合器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車況囉 為什麼平靜降機 你又aide受傷頂全3 如果有病例子就已經開了 就對一下 這一切是十顆粒子 就要馬上再嗎? 看到你 现在车款我们都已经检查完毕 全车有满件无事故无泡水 这台的车主他会想要卖掉的原因是因为他有换了一台比较大台的车子 这台就放着就没有什么再开 前车主的话他是一位女生 那时候他有写River的景片一阶 所以他提升了70-80匹的马力 加上原本220匹马力的话 他现在的马力应该超过300匹 River它就是专门为福斯阿奥迪写动力输出的晶片 晶片写一阶的话其实对车子来说是蛮安全的 等一下就来试试看这台欧洲小钢炮啰 我们在开这种DSG跟甘内食权的车 还是要等到它的工作温度起来之后 再去种彩油门催它 这样对车子会比较好 现在的话我们就先来试它的变速箱 换挡的没有正常 听听看引擎跟底盘有没有异音 刚刚开到现在 它的功能都还蛮正常 毕竟它的功底速也没有开到很多 所以基本上状况都还蛮良好的 目前的话工作温度已经到了90度 我们等一下就来上一下高速试一下它性能啰 在上高速之前呢 我们就简单来介绍一下它的配备 它有多功能的方向盘 快波定速还有限速 影响空之间跟行车电脑 它也可以连接蓝牙 还有后导车的视讯 左右独立核温空调 怠速熄火跟循迹繁华 电子手刹车 还有autohull的 它还有天窗 太新鲜了 它还有后座出风口 我们现在准备上高速了 我们就来试一下汗马力吧 刚刚轻踩了一下油门啊 它的动力真的是让我非常敬佩 一下子就破200 而且它的车身是真的意想不到的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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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的车身是意想不到的纹 对 车子试驾之后没有问题 我们就去找车主意见咯 刚刚我已经跟车主乔好了 车子我们收到咯 车子我们收到咯 我们最后收购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可以回来整理啊 然后还有些管销 我们成本会落在73万左右 开架的部分呢 会开在89万8 我们这台车回来整理完的话 一定会很多人想着要看车 所以记得赶快私讯我们小编喔 在车市场这样真的很稀有 把握机会 赶快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啰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按赞加分享 我们会为您创造更优质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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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